会动脑子的人会主动吃苦 找到困难 然后想办法战胜困难 想办法想的多了 战胜的问题多了 就形成了方法论 公司最近在抓一个小项目 初期很难 团队很彷徨 但是经过一小段时间的整理试错 这个项目现在的数据越来越好 渐渐上了轨道 根据我多年创业的经验 预判这个项目基本长了 盈利已经稳了 后面是赢多赢少的问题 总结了我做过的项目成败 最后发现做事情是有方法论的 只要掌握好方法论 就可以将一件事情做到终上水平 大概是80分左右 将一件事情做到95分以上 要么这个人刚好是这个领域 不是处的大天才 比如有的人生下来就很帅 这个真的没办法 真比不过 或者这个人带有天亮资源 比如家族积代人政商人脉的传递 这个就更没办法了 比都懒得比了 但我们通过控场是可以将一件事情做到80分的 可以战胜这个领域里大部分的竞争对手 将整个人生某项生意某段关系 知识学习等经营到中上水平 做不到决定 但可以比大部分人优秀 无论是哪个行业 这套方法论都差不多 都排得上用场 做什么事情前 我们都要先动脑再动手 因为这世上大部分人是不爱思考的 大部分人思想上的懒惰 远超他们身体上的懒惰 有些人看起来很能吃苦 他能下煤矿 能跑长途 能在流水线一天干12个小时 但这些都是被动吃苦 是别人命令他这么干 他就去干 只要这些活计一停下来 他就喝酒 抽烟 打牌 刷短视频 躺沙发上一边抠脚趾 一边摸肚皮 百无聊赖 找不到一点事做 这就是思想上的懒惰 他们的生活会比懒鬼们过得好一些 但基本上突破不了自我 而且他们脑子里一套完整的逻辑链 专门用来替自己辩护 所以看到身体懒 脑子懒的人 不用理他们 也不用劝他们奋进 一秒钟都不跟他们纠缠 不要多费口舌 赶紧赶自己的路 会动脑子的人会主动吃苦 找到困难 然后想办法战胜困难 想办法想得多了 战胜的问题多了 就形成了方法论 我不太喜欢讲废话 下面将非常简洁的说清楚 到底怎么个方法论 第一个是 选一个合适的项目 这个项目最好是新赛道 或者自己最熟悉的领域 成本可控 选新赛道是因为竞争对手少 不用跟老钱发生冲突 选熟悉的领域 是因为自己知根知底 不会犯一些幼稚的错误 那有人说 我没有项目 我就是一名普通职员 我的任务就是做好这份工作 那也行的 这份工作就是你的项目 职场升级就是项目盈利 一个意思 第二个是对标 在项目开始后 或者进入你的工作岗位后 你要找到一个 你想成为的目标 我以前在职场时 从不嫉妒比我强的人 一遇到比我强的人 我就很兴奋 是的 我第一反应是兴奋 因为我知道这个人是我未来三年学习和追赶的目标 一般三年左右我就能超越这个人 看起来强大到令你窒息的目标 花六七年也一定能超越 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大 第一不要怂 小宇宙燃烧起来 要有战胜对方的欲望 第二不要嫉妒 嫉妒只会扭曲你的认知 对你没有一点帮助 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向对方学习 有些人常常这样说话 这个人也能做副总 你给他说起会儿来 磕磕绊绊的 这样说话是很愚蠢的 是的 别人说话是磕磕绊绊的 但这不是别人的全部 别人能做副总 一定有他的理由 混到这种级别 有几个吃干饭的 你要全方位的阅读目标 了解对方的特长 别人的缺点 你用不着关注 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别人的优点 你一定要留意 要用心学习吸收 做项目也是一样 比如你准备开一家珠宝店 先找到你在三到五年内 对标的目标 先看对方的优点 别一上来就 这家珠宝的马岛供应商很差 这家珠宝的红宝石不够纯正 还是我们家货好 找别人的缺点特别容易 找别人的优点难 认清别人的优点 低下头向别人学习 是自我成长的最好途径 那你说这个对标对象的优点 我实在学不来 他天生记忆力超群 他天生口才特别好 我真的在这方面天赋有限 没法学 那是因为你的对标样本太少 学习又不是谈恋爱 你干嘛吊死一棵树上 陶古惠里香要学 河北彩花也要学 对标的最好方式 是挑选五到六个优秀的样本 将这五六个样板的优点 和商业模式全部写出来 写在白板上 然后你去思考他们哪些优点跟商业模式跟你是吻合的 再套用到自己身上 我以前有个上司 搞人情事故特别厉害 我这么木愣的性格是无论如何学不会的 但是他搞团队管理的方法 我就可以学 一学就会 一学就用得上 我第一次开淘宝店的时候 亏得要死要活 每天晚上躺在广州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时 心里头像有一团火一样 烧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 后来我学乖了 看别人怎么创业 在深圳找无数人谈心 慢慢摸索出互联网创业 先搞流量 再搞产品 先开公寓 再订私欲的思路 后面做生意就顺利多了 再也没有陷自己于死境了 2010年创业时 每个月亏损是那种痛苦感 那种我这么多年这么辛苦 才存了十万块钱 怎么四五个月就亏完了 的复杂情绪 像烙铁一样烙在我心里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不过 没有这种痛苦刺激 我成长速度就会很慢很慢 痛苦 有时候是成长的催化剂 回到重点 要挑选五到六个优秀样本 从样本中找他们的优点 融汇到自己的项目 或职业生涯里 很快就能打开局面 职场也是一样的 哪怕你在体制内混 你现在只是个科员 你给自己定一个付出的目标 你就要了解做出怎样的成绩 才会提升 去找有经验 但级别不要高太多的人请教 再找几个现实生活中 特别优秀的人 定为自己的对标物 将他们的优点 比如会写材料 会演讲 会沟通 执行利好 什么的列一列 找到和自己匹配的几项权重 把自己的优点充分放大 沿着前辈走过的路 走过去就是 如果你认为所有领导都是拍马屁拍上去的 只能说明你世界观有问题 哪怕这个世界没一个好人 那也得有人办事 要办事还是得看能力 如果不在体制内 那你学习的途径会更容易 因为体制内需要执行公共权力 上下级被迫等级鲜明 但体制外 谁跟谁啊 你今天混得好 说不定明天就不如我了 竞争很惨烈的 输了马上无依无抗 所以体制外 你去请教高你几个级别的人 谦虚一点送点礼 对方一般会说点干货 你干货听多了 你就特别能干了 互联网行业一年一变 很多技术隔一年就废了 你去请教别人时 客气一点拿资源换 对方一般都愿意 因为他变现周期也很短 今年不变现 明年拿在手里也没用 还容易被江湖同行 嘲讽小家子气 我也建议 跑在前面的大佬 不是要害环节 都可以跟实力新人 分享干货 你越分享 你越强大 你越强大 大家越尊重你 我也只能将提纲写到这里 不能具体手把手 教每一个细节 因为有思考能力 和行动力的人 他一看就懂 如果这个人 根本没执行力 你教一下他挪一下 你一松手 他就摔地上去了 你也帮不了他 不过我在这儿 打字容易 走到这一步之前 还有定方向 定项目 找团队三个环节 每一步都挺艰难 很多人连这最基础的三步 都走不出来 找到项目或职业定位 并对好标后 你就可以开始执行了 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了 团队要有主观能动性 要有向心力 团队干净是第一原则 大家想好好工作 想挣钱就行 千万别有的没的 把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 团队只要不专心挣钱了 这个团队就玩完了 我最近投了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餐饮团队 也投了两个非常非常小的 互联网细分项目 都是先定好产品 定好学习目标 然后实操测数据 发现跑起来数据都挺好看的 才敢跟大家公开聊经验 要是全崩了 我也没脸说这些 我比较喜欢从实践中 总结分析事务 看看走过的路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往前走的时候 就会轻松一些 我打工15年 创业9年 上半生经历了许多很苦逼的事情 穷人家的孩子不是从零起步 而是从父起步 爬起来全是血泪 所以每次看到特别有干劲的人 我都特别欣赏 我也愿意将我的一些经验 传递给别人 能讲的我都讲 大家愿意听就听听 不愿意 就当这篇文章 耽误了你五分钟阅读时间 也不算亏 人生真的是有方法论的 把一件事干到八十分不难 但你要用心 你不用心 谁也帮不了你